每年到了春季 台湾北部及东北角海岸 因为洋流的关系 总会出现大量的麻尾藻 据了解麻尾藻不但可以食用 还是优良的有机堆肥 不过若是经过太阳的长时间曝晒 麻尾藻可就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而位在万里的野柳地植公园 最近也面临了这样子的状况 为此原坊也自行制作蓝油锁 希望可以阻挡麻尾藻漂进园内 今年的麻尾藻 大概我们是从3月31号就开始清理 到今天为止大概有150吨 那清了十几天 其实每一年它都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那我们又不能说摆着不管 它会发臭 阳光一曝晒之下它会发臭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就自己 自己我们的肖经理 他自己把捡到的符球 然后自己把它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蓝无所往 那看是不是可以把它阻隔在外 实地走访野柳地植公园 布袋旁一代代的 正是今天从早开始清除的麻尾藻 据了解自3月底至今 园区已经清除出将近150公顿 而对于麻尾藻的气味 不少游客纷纷表示确实不好闻 是有腥味 那当然这个也是就是有那个鱼港的味道 这个当然是感觉到 这个就是跟别的地方就是有不一样的意义 会觉得好了吗 不太好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感觉不好闻 就是不好闻 因为它是一个自然 自然生下就是会关联到食物链 所以尽量不要过度的人工干预跟去浪费 所以这个麻尾藻的部分 我们会就游客最多 然后比较密集的地方去处理 那如果比较荒野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保留 让它能够有一个自然的演化 除了万里的野柳风景区 石门白沙湾及金山中角沙珠湾 也都有同样的情形发生 对此管理单位北关处则是表示 麻尾藻是海洋中的自然生态 若没有对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 其实就顺应自然 不必做过度的干预 而对于游客较多的景点 北关处也将会派相关人员 前往协助青云 记者许端一 廖品涵 万里 采访报导